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一开始有讲话就是我们的课很轻松 我也不喜欢笔试 因为我现在也很忙 退休后也比较想要比较轻松的生活 所以我们的考试都是在课堂上就进行完 然后我每堂课都会问 就是等于说你回去要有一些练习 我们主要是做一些练习 然后这一次的课 两小时的课就是 你们回去要把字母的写法跟读音要熟 那下次来我们就要开始教拼音 等于拼音的话 等于你要对30字母都有一定的熟悉程度之后 我们才开始讲拼音的话 你才能接起来 比如说我们刚提到的 有一个 音节里面有6个字母最多 在一个音节里面会有6个字母 我们下一次大概就会开始讲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会稍微有点复杂 因为这个如果不会的话 后面你大概就没办法 就说你要会念就很困难 今天算很简单 因为只是记30个字母的读音而已 还有它的外形怎么写这样 这个部分是将来会教的 就是拼音的部分 如果你拼音这一关过的话 大概就是所有的详文你拿到都会念 或许不懂意思但是会念 你要唱歌啊 你要念诵啊都可以 都没问题 所以下一堂课开始才是比较难的 今天会很简单 那我们今天刚刚已经讲了16个字母 我们再继续讲后面的三组半 我们底下要看的是第五组 第五组的前三个字母跟 第二组的前三个字母很像 可以吗 就第五组的第一个跟第二组的第一个很像 第五组的第二个跟第二组的第二个很像 就有点小小的差异就在这里 一一样 我们做个比对好不好 第二组的第一个字母是这样 一二三 然后第五组的第一个字母 一二三都一样 一二三都一样 四在这里嘛 五五 四五 多个四个五 那这个我们刚刚说第二组的这个是架 这一个读作炸 念一下炸 没有卷舌 炸 炸 然后第二组的第二个字母是这样 一二 那第五组的第二个字母一样 一二三都一样 一 二 三 好一样 四在这个地方 五 四 五 然后印节点 印节点都是在头部 这边 跟头部切齐的右边 这一个读作送气的 插 一样没有卷舌 插 你讲插 然后 第二组的第三个字母是这样 一 二 三 三 第五组的第三个字母呢 一样 一 二 二 三 四 五 四 五 五 三 四 那如果是第二组的第三个字母是恰 這是恰 一 二 三 四 除了四跟五這兩筆畫之外 前面都 都是一樣的 都一樣 詐跟恰 前三筆畫都一樣 恰跟恰 前三筆畫一樣 恰跟恰的前三筆畫一樣 第四個字母就不一樣 像第二組的第四個字母 是叫恰跟恰 可是這一組的話 第四個字母 它的 比較包寫 一在這裡 然後二的話是這樣 三的話 順序應該是這個要先寫 一 二 二 三 四 這個字母 有一點像兩個字母的組合 等一下我們再講 那先記一下它的讀音 它的讀音是 瓦 等一下 瓦 好那這四個一起唸 炸 茶 茶 瓦 汁跟吃都沒有選擇 然後這兩個都是送氣 送氣的 然後 從這一組開始呢 它不是整組都是同一個發音部位喔 它只有 前三個是同一個發音部位 前三個是 我們說它是 齒差音 炸 叉 茶 都是跟 那個 牙齒 有接觸 齒差音 然後 然後這一個呢 這個是 算純音 純音 然後注意這個瓦 這個嗚呢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我們說嗚有母音的嗚有子音的嗚 這裡的嗚是子音的嗚 好所以這個是唇音 哇 它的那個發音完全是靠那個 嘴唇 嗚 嗚的那個音 來控制 好這是第五組 我們再唸一下 炸 叉 茶 哇 然後看第六 六七 八 第六組 頭部先寫 一 二 好 那這要注意喔 這裡 繞個圈 下來 來 一 二 三 那這一個讀作 俠 內俠 俠 彩俠那個俠 晚俠那個俠 一樣喔 這個E是子音的部分 所以C跟E是子音的部分喔 子音的部分 俠 好第二個 第二個這個 E一樣是頭部 我先寫 然後 二 三 四 這一個讀作 等一下 傻 沒有捲舌 傻 傻 傻 好 一 這一組的第三個字母跟第一個字母的寫法有點像喔 好 但是 第三筆的話這裡有個繞個圈喔 這裡不用 這裡就直接這樣 這樣就可以了 好 這裡再 這裡有繞個圈 這裡不用 直接下來 這樣就可以了 這一個 這一個 這一個讀作 阿 我們解釋一下 阿 阿 阿 你會發現這個沒有子音有沒有 只有母音阿 只有母音阿 沒有子音 那子音是空的 阿 沒有子音 第四個字母 第四個字母的頭部很短喔 然後接著呢 寫一個 有點像那個英文的 大U 這是2 3 應該要對稱一點喔 而且對稱一點 1 2 3 4 這一個讀作 牙 你想牙 好 那這一個1呢 一樣是指音的1喔 這個是指音的1 牙 所以這個是C是指音的C S是指音的S 然後這一組也是 它的發音部位不是很一致 這個是齒差音 比較沒有規則喔 好 那這個根本就是母音嘛 所以這個 這個就是母音 母音R 然後這兩個都是上二音 因為1的緣故 1的這個上二音的緣故 這個指音的緣故 所以都是上二音 好 我們整個唸一下 俠 撒 阿 牙 好 注意 注意它的音跟它的外觀 把它結合在一起 好 然後第七組 我們看一下它有沒有特別的意思 這個意思也不用馬上把它記下來 當然有個印象就可以 我們看一下第五組 第五組呢 第一個字母並沒有意思 第二個字母 我們常常講那個鹽 鹽巴 鹽巴 就是這個叉 或者它有刺痛的意思 鹽熱的意思 算比較常見的一個字 第三個字母沒有意思 哇 狐狸 這個還好 這個也不是太常用 這個可以打夠了 有幾個可以比較重要的把它記一下 像我們第一組裡面 第一組裡面 第一組的這三個打夠 卡 卡 牙 比較常見 常用 第二組的話 也是這三個 後三個 恰 恰 牙 都是算重要的 常見的 第三組的後兩個 這兩個都算重要 第四組的話就是 二跟四 父親跟母親 特別是母親這個字 這個字很重要 麻這個字 麻這個字很重要 算非常常見 然後第五組就是第二個 差這個字 剛剛講 其他還好 那第六組裡面 第六組的第二個 很重要 吃 吃這個 它是一個動詞 吃 所以我們說 傻 我們講 卡拉傻 卡拉傻就是吃東西 卡拉傻 比如說這個傻 它本身就是一個動詞 我們說它是一個 極物動詞 極物動詞 吃 吃 比如說我們 看一個比較 簡單的例子 比如說卡 卡加個音節點 這個拼音我們還沒教 拉加加一個卡這樣的拼音 你們先記它音 第一個字卡已經學過了 卡 卡 卡 這個要讀作 拉克 那再接個傻就是吃東西 卡拉傻 等一下 卡拉傻 卡拉傻 這個是吃 我們現在看的是這個 那卡拉是食物 裡面吃 但是我們 我們不會講吃食物啦 我們可能講吃東西 看起來我這裡 可能會多講一點那個口語的部分 我們下次 以後上課我們可能就是練習幾個 日常的一些常用的口語 然後 順便跟各位講一些 就是比較有意思的 一些佛典例子 比如說祭壯 這樣 詩祭 那你們 可以學一點口語 也了解一點佛典的東西 我們等一下 卡拉 卡拉 卡拉就是東西食物 傻 很簡單嘛 卡拉傻 那有沒有注意到一個 站穩一個表達 它的動詞 極物動詞在後面 你會發現 學過日文的 就會知道 它跟日文非常像 在後面 動詞在後面 所以等於卡拉是它的授詞 這個撒粉 這是一個極物動詞 它的授詞在 極物動詞的前面 跟我們的中文反過來 東西是在後面 授詞在後面 吃在前面 吃東西 他們是 東西吃 所以喇嘛們 西藏人他們在講 他們在學中文的時候 經常把 極物動詞 調到後面去的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 他們的語序就是這樣 他們習慣這樣講 比如說 電影看 他們會說電影看 不是看電影 東西吃 類似這樣 這個 它 主要是那個 動詞的位置 造成的 所以撒這個字很重要 撒 然後牙這個字還好 我們剛剛說恰是什麼意思 恰還記得嗎 恰什麼意思 是不是有雙的意思 有成對的意思 也有部分的意思 對不對 這個牙是單的意思 所以它跟恰是 一個 相對的一個詞 恰就是 第二組的 第二個字母 第二組的 我寫2.2 還是2.2 第二組的第二個字母 這個牙是6.4 這樣就很好記 這兩個是一個 相對的一個詞 這個是雙 這個是單 好 那我們再往下看 第7 第7組 第一個字母一樣 有一個頭部先寫 第二筆畫是在這裡 然後第三畫呢 要注意 它不是一個對稱 它有 左邊高 右邊低 它是這樣 這樣 而且左邊比較短 右邊比較長 左高 右低 可能這個字不是寫得太好 可能是要這樣 還是這樣 好 這一個讀作 列一下 列一下 它是 這個要記得喔 它是30個字母裡面 唯一的捲舌音 所以其他29個你唸捲舌都錯 這樣可以嗎 只有這個才是捲舌音 唯一的捲舌音 或者有時候叫反舌啦 字母裡面唯一的捲舌音 就只有這一個 其他如果你唸捲舌就錯了 這樣可以講 我們等一下 蛤 蛤 蛤是山羊的意思 山羊 也還好 意思這個 不是很常用 知道一下意思就可以 好 第二個 一樣有個音節點 在這個 頭部的右邊 再一個點 就是它的音節點 然後7.2 7.2跟 6.3 比較一下 它寫法有點像 這兩個 到3的地方都很像 到3的地方都很像 只是它多了一個4 再一個垂線下來 這兩個 比較一下 這兩個 洗皮 這一個讀作 拉 拉 拉 好我們列一下 拉 這個是 拉 這叫捲舌 拉 這個是拉 拉 拉 拉拉 好 第七 第三個字母不好寫 它先寫一個頭部 1 2 3 4 下來 好看一下喔 1頭部 很短 2是從這邊 下去 上去 下來 再來 再上去 3的話 畫一個 類似有一個半圓 4 從這下來 當然也可以一筆畫 你看喔 一筆畫的話 你可以寫一寫 寫一寫看喔 有點像這樣 這樣 這樣喔 從 一筆畫就從這一開始 這樣 這樣 在這邊繞一個圈 這樣下來 這個讀音是下 唸一下下 下 好 一樣 西一的部分 西跟一的部分是子音 好 反正 30字母的母音都是R 這個規則都是 每一個字母都母音R R以外的都是子音 然後也沒有子音的 像剛剛講這個 6.3就沒有子音有沒有 它只有母音R 那這個下的話 它的子音的部分是C跟E的部分是子音 R是母音 好然後第七組的第四個字母 一樣頭部很短 一樣頭部很短 1 2 3 4 1 2 2 2 3 4 這一個讀作 Sup 好 念一下 Sup Sup 沒有捲舌喔 我們說唯一的捲舌只有7.1 7.1是唯一的捲舌 所以這些都不要念捲舌喔 Sup 沒有捲舌 不要念成Sup S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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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Sup Sup Sup 這幾個 La是三的意思啦 這個還好 Sup Sup 是肉的意思 吃肉的肉 Meat Sup Sup 是地 土地 這個在佛典裡面 這個地算很重要的意思 地水火風 有沒有聽過 地水火風 四大元素 在印度文來講 四大元素的其中一個 就是地 地水火風我們也可以順便學一下 因為 就是 它這個 這幾個字的 寫法都很簡單 Sup 一個 好 音節點 恰再加一個 這個符號 這個符號還沒交 等一下我會講 可能 這個小時 稍後就會講 第三個音節 是 寫一個 麻 麻的話是 4.4 這是4.4的 恰的話是 2.2的 薩斯 7.4的 這樣標應該看得懂 撒 撒是7.4的 第七組的第四個 有沒有 撒 恰的話是 第二組的第二個 叫做恰 只是 這一個符號還沒學 麻是 第四組的第四個 所以4.4 第四個音節 比較 可能 比較不好寫 先寫一個 再寫一個 拉 上面這一個是 7.1的 底下這一個是 7.2的 拉拉 對 7.2的 這一個是 1.4的 然後一樣 這裡會有個 這個符號 這兩個符號一樣 這還沒叫 這個就是我們講的 地水火風 第一個是 撒是 地 這一個是 這個念 秋 秋 這個念 第三個要開個這個符號 這個 4.4上面還有一個 斜線 這是火 然後這一個是 風 地水火風就是這四個字 撒 沙 秋 美 龍 沙 就沒有 註音一下 這個沙應該知道 沙 這一個要這樣做 因為我們說它的指音是7的 7嘛 然後現在這個符號是讓母音R變 U的音 所以 變秋 沙 秋 然後這個要念作 美 那這個讀作 龍 這個 因為我們 註音符號沒有這個N 所以我們 RU再加個N的音跟龍 龍 我們列一下 沙 秋 美 龍 沙秋 美龍 就是地水火風 這個 符號呢 我們等一下可能就會交到 這個符號還有這個符號 這個叫母音符號 我們剛剛前面講嘛 基本上30個字母都有母音R 所以母音R不需要母音符號 了解嗎 因為它已經在字母裡面已經帶了 帶這個母音R了 所以不需要特別符號 但是要表達 EUAO 就像那個日文的 RUAO一樣 為了要表達EUAO 這四個母音 它就 就會有四個母音符號 這兩個是其中 四個裡面的其中兩個 等一下我們會講 這一個是讓母音R變U的 這一個是讓母音R變A的 這個概念先有 等一下我們講就很容易 好 第七組的這四個就是這樣 啦啦下煞 我們等一下 啦 啦 下 煞 好 到第七組 每一組都是四個字母 是不是28個 可是 詐文字母總共才30個啊 所以表示第八組只有半組而已 第八組只有兩個字母 不到四個字母 不到四個字母 然後這裡的那個 發音部位 知道一下 剛剛我們說這個 啦是唯一的捲舌音 啦呢 也算是齒差音啦 因為它 它那個舌尖或牙齒 所以也算是齒差音 下呢 下呢 好你看喔 你們覺得下是應該什麼音 應該大家猜得出來 上二嘛 對 因為有個一的直音嘛 所以它算是上二音 煞呢 煞也算直差音 所以很好記 主要你 從 自己的舌尖的位置就可以知道齁 它 會碰到牙齒 吃差音 好 那我們看最後兩個字母 第八組的 一 一樣 先寫它的頭部 這個是八點一齁 八點一要跟那個 四點一做個比較齁 四點一有點 有點像齁 就剛開始在 初學者在寫那個 四點一跟八點一的時候 很容易混淆齁 四點一是這樣 從左到右這樣寫下來 然後這樣 一二三 可是八點一不是齁 八點一是 從右到左 寫出去齁 它的二是 寫出去的齁 然後再這樣 再這樣 這個地方 跟四點一不一樣齁 四點一是直接二 直接 從左到右這樣寫進來 可是八點一是先出去再進來 好 好 注意這個地方 好 四點一獨作大 這我們剛剛看過 這個獨作 哈 它有送氣齁 哈 好 那一下 哈 然後也把它看成是喉音就可以了齁 送氣音也是喉音 這樣 好 這兩個做一個 比較 然後 第八柱的 第二個字母也就是最後一個字母了齁 齁 齁 它的頭部很短 齁 這樣 然後注意齁 這裡 一樣下來 上去的時候要切齊 頭部 齁 一 這樣上去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然後你會發現它也沒有子音 它的 音標跟這個 六點三呢 一樣 都沒有子音 只有母音 一 差別在一個是二聲 一個是四聲 齁 差別是這樣 齁 就 讀音來講齁 齁 這一個跟 這個要比較一下齁 就兩個都 沒有子音 齁 沒有子音 一個是 啊 一個是 啊 一個是四聲 一個二聲 齁 所以總結一下齁 就是三十字母裡面呢 有兩個字母沒有子音 就是六點三 跟八點二 六點三跟八點二 沒有子音 好 我現在講齁 大家一起回答齁 不用特別針對誰 因為我現在沒有名單 你們只要告訴我 第幾組第幾個字母就好 幾點幾就可以了 三十字母裡面唯一的捲舌音在哪裡 七點一 對七點一 就是ra這個字 齁七點一 好我現在講齁 二點二 二點二它是什麼音 它的發音部位是什麼音 二點二 蛤 上二音嗎 是不是 對 沒錯恰 二點二是恰 所以它的發音部位是上二音 然後 然後 第六組的第四 就是六點四 六點四 六點四 它是什麼音 六點四 也是上二音啊 牙有沒有 牙 因為那個我們說那個一 它是直音的一嘛 直音的一是造成上二的 這個發音部位的 所以 六點四牙它也是上二音 四點四 四點四 四點四是什麼音 發音部位 四點四 這樣可以嗎 四點四是八八八麻 麻對不對 麻是純音嗎 純音 這樣可以嗎 這樣可以 好 一點三 一點三有沒有送氣 有 咬咬卡 咬卡 卡 卡有送氣嗎 對 然後 嗯 五點二 五點二怎麼念 五點二是磁差音 叉 對叉 有沒有捲舌 沒有捲舌 沒有捲舌 對 因為唯一的捲舌音是七點一 其他都不能念捲舌 這樣再講齁 好 大概是這樣齁 嗯 我們還有多少時間 還有 還有大概六七分鐘 好 我們今天再講一個 那個母音齁 就是除了R以外的母音怎麼 跑出來 怎麼讓它跑出來 它跟日文很像 就是RUO 就是五個母音 可是拼音之後會有其他音出來 但是基本上就是五個母音 基本上齁 那也很簡單齁 我們再複習一下齁 我們剛剛講的是 在兩個音節點之間嘛 最大的組合會有六個字母構成 但是我們剛剛看的 我們剛剛看的三十字母 就只有這個機制而已 其他都沒有嘛 對不對 比如說 當你這個位置擺的是 第一 1.1的時候就是擺GAR 這樣了解齁 如果是擺1.2的話 就是GAR 一之類推 這樣 等於 我們剛剛看都沒有 沒有前加 沒有上加 沒有下加 沒有後加 沒有再後加的情況 只有機制的情況 對不對 好 那我們現在 我們說一個音節裡面 最多最多可以擺六個字母嘛 好 他跟英文不太一樣的地方 有 有 一樣也有不一樣的地方 一樣的地方就是 從左排到右 可以 他是從左排到右 英文也是字母去拼 然後從左排到右 比如說 Be all okay 可是英文沒有上下的疊字啊 藏文有 藏文除了 從左到右之外 還有上下的 他比較特別 他多了一種疊字 上下重疊的字 然後 如果今天只有這樣的話 表示他的母音是什麼 在這個音節的母音應該是R 應該是R 對不對 我沒有任何母音符號嘛 比如說 我今天沒有這些 前加上加下加等等的時候 我只有這個的時候 母音是R嘛 因為Ga 這個放這個的話 就是卡 都是R 對不對 那我現在要 讓他的母音變成 1的時候怎麼 怎麼放呢 要加一個符號 要加這樣一個符號 而且是 機字的上方 要加一個Kiku 這個這個 這個有個名字 這個符號有個名字喔 這個符號的名字 他的名字 這個要記喔 這是他的名字喔 這是他的名字喔 這一個母音符號的名字 我們這個要念做 Ki Ku Ki Ku Ki Ku 可是通常 我們 這是個別的音節來念的話 是Ki Ku 這個後面會講 後面再講 我們說連讀的時候 音節的連讀的時候 不會念的那麼硬 就像我們在中文 有時候兩個三聲碰在一起的時候 第一個會放到二聲嘛 類似這樣喔 所以這個 在連讀的時候呢 會念 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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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母音符號 他的名字 這樣名字 就叫做Ki 等一下 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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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當我 Ga 這個字母 加上Ki Ki 之後呢 他會唸什麼 我們唸的話就變成 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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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變 R變成1了 所以這是要唸Ki的音 或者這樣寫 1.1 1.1是Ki 當他拼上Ki 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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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符號之後呢 就會變這樣 這時候的拼音結果就是Ki Ki 好我們唸一下 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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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KU GIKU就是让R变1的一个母音符号 但你不能说KIKU是1喔 这样了解吗 这是两回事喔 KIKU是一个母音符号 它不叫做1 但是它的作用可以让R变1 这样了解吗 KIKU是一个母音符号 它的作用在于让R变1 所以当我一个母音 不是这个母音 一个字母拼上KIKU之后 我这个KIKU会让R变1 这样了解吗 它的作用是让R变1 好 很简单 一子类推嘛 其他29个你可以这样练习 第二个字母怎么练 KIKU KIKI 好 练下 那或许我们看一下底下它 在这里 好 练下 KIKU KIKI 可以大声念 KIKU KIKI 好 这个还没教 我们看第二个 KIKU KIK KIKI 送气保持送气 子音还是K的 还是保持K的音 那只是把母音R改成E嘛 所以 KIKIKU KIKI 练下 KIKIKU KIKI 好 那第三个呢 KK KIKU KIKI 二声保持二声 第四个是 1.4是 KI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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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下 KI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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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跟2.4很像喔 你看喔 我们看1.4的话是KIKI KIKI 加上KIKU 变 KIKI 你看2.4 2.4是KIKI KIKI KIKI 也是KIKI 有没有 有点差 差在什么地方 你看喔 这是KIKI 这是 他原本就有一个E的上二音嘛 他是Nya 对不对 加上KIKIKU之后 好 我们说KIKU是让A变E嘛 让A变E 他原本就已经一个直音的E 然后现在KIKU又让他原本的A变E 所以他的E会拉长 了解吗 拿KIKU之后是你 只有一个 这个E是母音的E 因为KIKU让A A这个母音变E这个母音嘛 可是Nya的话呢 他原本就有个直音的E 现在KIKU又让A变E 所以他的Ni会拉长 这个部分是直音 所以要区分的话就是说 这个Ni可能会短一点 Ni 这个是Ni 这样了解吗 好我们等一下 Nya KIKU Nhi Nya KIKU Nhi Nya KIKU Nhi Ni 拉长一点这样 因为他有两个E 一个直音的E 一个母音的E 好我们等一下 Nya KIKU Nhi Nya KIKU Nhi 他只是单纯的A变E 好那这个是Nya KIKU Nhi Nya KIKU Nhi 可以拉长 稍微夸张一点没关系 因为他有 直音的E跟母音的E 两个E 所以他会多 多一拍出来 好那就是这样练习 那我们看一下 时间 差不多 没关系这个 另外三个呢 我们先讲一下 然后下次来看就有点印象 好 第二个要看的母音符号是 小Q 我们叫小Q 小Q要摆的位置 他不能同时摆 QQ又小Q喔 这样会乱掉 如果你要摆小Q的话只能摆 这个QQ就拿掉了 小Q摆的位置在这里 就是机制的下方 如果他有下加就是下加的底下 这一个也是他的名字 他的 帐文名字 这个讲我们就下课 帐文的名字呢叫做 这个符号的帐文名字叫做 其实我这里有写的 如果你怕写错的话 看这里 这一个 的 帐文名字就是这个 小Q 好 我们看一下 这个 你们注注印就好 这里是 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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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 我们看一下 小 Q 我写在上面好了 刚刚这个是 KiQ 小Q的话是 小Q是这样 那他的帐文是 是 这个读作 小Q 这个符号就叫小Q 寫在這裡好了 這個符號是寫字第一個符號 第二個符號 第三個母音符號是這個 一個從左到右的一個寫線 這個讀作整波 整波 那一下整波 有捲詞 這個因為已經牽涉到拼音的 那一下整波 整波 整波就是這個符號 第四個母音符號是這個 有點像那個 一般我們畫畫的時候 那個遠方的那個小鳥 的寫法是這樣 這個讀作拿肉 它的照文名字叫拿肉 四個母音符號就是這四個 我們列一下 きく しゃく 全部 なろ きく呢它的作用是 阿變一 小鳥的作用是 讓阿變 嗚 用 作音符號 好 它的作用是讓阿變一 小鳥的作用是 讓母音阿變母音嗚 整波的作用是 阿變阿 母音阿變母音阿 所以 以1.1的が為例的話 就是 がきくき 剛剛我們講過 がきくき 讓阿變一 那が小鳥呢 故 が小鳥故 が全部解 がなろこ 原理是這樣 好 那我們今天先看到這裡 我們下次 就是只會問三十字母 因為 如果要繼續上的話 就是下次來的時候 就是把三十字母練手 然後也 就是記它的外觀 那我寫的時候 就一看就知道這樣 然後我們就可以開始 接著上拼音 音節裡面的拼音 好 那我們今天上到這裡 有任何問題都可以提出來 在這裡 我去找你 到這裡 就像我一樣 的 有任何問題都可以提出來 是 有任何問題都可以提出來 感谢观看